應該說啦 看最近的G20的那個會談 臺灣就自然而然 大家都知道那是美中 就是拜登跟習近平談的一個 主要一個重點 那全世界很多國家在這最近這兩年來 紛紛毫不客氣 就直接的挑明的表達 對臺灣的支持 那臺灣在疫情全世界封守狀態下 我們反而在最近一年多來 他迎來了來自全世界各國 最多的訪問來賓 尤其很多過去因為忌憚於中國的反彈 而不敢到臺灣來了 現在都毫不客氣 那其中當然臺灣一定會受到 美中這些大國的一個影響 第一個我們現在看劇團體 就是剛會談已經結束了 另外一個就是未來的APEC 這個都會是主角 其中呢 布林肯將訪問中國 這會是一個重點 那布林肯訪問中國 他們會談什麼 那布林肯為什麼會訪問中國 就是因為之間兩個老闆已經見過面了 就是那個習近平跟拜登 那習近平跟拜登 他們談到哪些事情 第一個談到臺灣的時候 我們當然有關心 他談臺灣大概提三個 第一個就老調重談 美國的一中政策 你的中國一中原則是你的一中原則 我美國是我的 我自己的一個中國政策 第二個他反對改變現狀 突然間不是突然間 他有加了一個新的第三個 過去美國跟中國在談臺灣問題 從來不會提到的 就是說美國要求中國要停止武力騷擾臺灣 這是一個新的一個主張 然後美中的共識就是說 彼此的立場互相尊重 不會主動去破壞現在的平衡 那這跟過去一兩年來不一樣 過去一兩年來是 美中互相主動去試探對方的底線 那這個就有一點主動的那種 那種挑釁的意味 好 那這三點 我從其中第三點新的 我剛剛提到的 美國要求中國不要再去武力騷擾臺灣 那這個就會是以後我們來觀察 那到底這個美中會談以後 就所謂的拜習會以後效果如何 這個會這個會是一個重點 尤其美國其中選舉以後 眾議院的議長未來是對中國更強硬的 說得到不要亂 這個比佩洛西更加的討厭中國 那這段地坦白來講 雖然沒有什麼很特殊很新的東西來講 就一整體一面 但是啊 拜登跟習近平都笑得特別特別開心 我覺得跟他們心情有關係 第一個 拜登剛剛選完其中選舉 由原本的預測民主黨會大輸 變成共和黨只有小贏 那習近平的心情輕鬆了 因為他完成了當皇帝 他也順利順利順利 順便教訓一下加拿到 然後胡錦濤也抓住去了 所以他大概事情是 所以他心情也比較輕鬆了 那接下來問題會是哪裡 我認為布林肯去啊 就會跟他們老闆談的不一樣 大概就談經濟問題 因為兩邊起始 當各自完成國內的政治壓力 美國是啟動選舉 中國是習近平當皇帝 接下來要面對現實生活 就可以比較理性的來討論未來 那一定是經濟問題 OK 現在看起來的話 大家說美中之間 包括在談經濟或是談未來 但是在軍事之間 你要講對峙也好 大家各自的競爭來講 從來都沒有停過 尤其在南海 菲律賓海這些地方 現在看起來又是未來一個重點 其實我先講說拜習會對不對 基本上你要看國際媒體 做一個比對 其實雙方根本沒有達出任何的 共識 雙方其實你要看 整個中國外交部的官網 白宮的官網 還有出來的講話 他們列出了八大不同 其實剛講的那些 都是自己在講的 其實他們只是見面 見面之後就是好 我們要列一個 他們講臺灣準則 我的觀點是什麼 你的觀點是什麼 我回去之後 你會看到有一件事情 布林肯沒有出來講話 而是一月的時候才要去北京 那就是美國知道你的想法了 我們回去討論之後 北京重彈 所以其實拜習會裡面 就是雙方願意溝通 願意列出底線 各自拿回去研究 但是他們裡面呢 大家的結論都是 只有一句話是雙方都講到的 中美會激烈競爭 但是不想要倒向直接衝突 所以你會看到激烈競爭 在這個情況之下 就持續的進來 包含是經濟上的競爭 軍事上的競爭 所以你就看到了 就算雙方要這個談 然後現在就是在東南亞這邊 所以美國的有效號 是屬於美國海軍直屬的特殊任務的海洋監視船 就在西沙群島東北角那邊 從四號到十四號十天在那邊巡 那美國有很多的海監船 但是這艘海監船呢 他是專門去徵收潛水艇的軌跡 聲音還有這種情況 那你就從三亞一直到西沙這邊 我不要講錯 西沙 那這邊就是中國的潛水艇 所以他顯然在抓這件事情 然後美國這個就是所謂的四方聯盟 運動那個一定都有那個每年有馬拉巴哈 演習 這一次拉到了就是第一島鏈 所以他幫的軍艦他們的飛機 就直接在整個洛爾島一直到延美大島 這一條線上就是日本一直到整個沖繩 這條線上進行一個演習 那中國也一樣 他們的一個叫做第四十一批雅丁灣的遠航編隊 那遠航編隊一方面去測試他的一個遠航 和補給的人力 還有中間聯繫了回程的時候 他就刻意的要繞到我們臺灣的巴士海峽 到我們的東部那邊繞過公府五島 然後再回去 然後俄羅斯這邊的軍艦呢 也要故意落過來 繞過這樣一個 一樣是經過了整個我們的東方 再過去然後戰機軍機 我們也只要上個月的時候四百架的戰機 直接對峙 雙方還是表現出 我們現在還是在激烈競爭當中 所以你會看到也是因為這個情況 所以美國就是我知道你習近平在想什麼 拜登也講出了 我要做什麼 那回去之後大家各自理解 所以昨天的時候會有秘力 特別出來講 你呢 他講了三次 美軍才是No.1 其實你的軍隊還差得很遠 都在警告習近平不會立即攻臺 但是美國是認定 還是有可能攻臺 不過我還是覺得放心一點 我們從邏輯來講 臺灣有事就是台積電有事 所以現在台積電沒事 所以臺灣暫時沒事 所以我們是可以安心一點 O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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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K